别说了 这是我的工作 这点伤不算什么 好了 先下去休息吧 处理好伤口再继续 怎么继续啊 接下来就是掉下悬崖落水的戏 您觉得刚刚处理好伤口再落水合适吗 如果您急着赶进度 那这段戏 您找替身拍吧 如果虚儿伤口感染 怕是后果我们谁都承担不起 当初是他姓氏胆胆说不要替身的 现在让我去哪找替身拍啊 这时候 梁虚儿的另外一个助理跑了过来 虚儿 雷先生回来了 什么时候 刚刚下飞机 这两天晚上对你的评价不大好 他肯定是回来给你撑腰来了 行了 你们带着虚儿去休息吧 那接下来的戏份 应该不需要我们拍了吧 身体重要 抱歉啊导演 这场戏 我可能一时半会儿都拍不了了 怕是真的需要替身了 他说着 视线从片场扫了一圈 最后落在 脸色有些难看的叶青秋身上 导演也随着他的视线望了过去 再看到叶青秋那张 跟梁虚儿几分神似 就连身形和气质 都有某些地方不谋而合的样子时 眼睛突然亮了起来 这不就是现成的替身吗 跌悬崖落水 也不需要拍正脸 这副身板足够了 叶青秋 我看你身形和气质跟血儿有几分相像 你看能不能 不能 不白用 我花钱的 我恐高 我价格给你翻倍 我掉薇娅头晕 克服一下 我再多给你一倍 我晕水 我出五倍价格 行吧 试试 为了儿子 他拼了 一直躲在外面 不敢在片场露面的消除 听到叶青秋 要给梁虚儿当替身 还是要跳崖落水的戏码 吓得头皮发麻 赶紧给李婷生打去了电话 因为是替身 不用露脸 叶青秋只换了一套戏服 他走到悬崖边看地形 突然觉得 呃 这钱 果然不是白拿的 在一旁打电话的导演 握着手机 一脸憋屈地走了过来 算了 你也别当替身了 导演 你这是拿我开玩笑 我哪敢啊 那就拍 顾奶奶 太危险了 钱呢 既然不拍了 自然 那不行 得拍 导演 既然是替我的戏份 那劳污费 应该从我这里扣 这场戏这么重要 我愿意多出点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不远处的萧楚 看到叶那死脑筋 不转弯的样子 气得要死 直接没忍住 走了过去 叶小姐 我愿意给您十倍的钱 不要 我就要我一开始 商量好的五倍价格 戏我也给你拍了 萧楚 你怎么在这里 梁小姐 我收丽总的命令 来片场看看进度 这部戏不能再拖了 实际上 我的腿受伤了 接下来的戏份 我怕是不能拍 所以才找了替身 就是为了不耽误进度 为什么 不让他拍 我怕是不能拍摄